精神区的信仰中心金胞里慈护工 鼓励信仲在新年为自己与家人来点灯祈福 祈求平安也迎来新的气象 为此还特别办理了点灯抽妈祖金戒指的活动 而到了抽出幸运儿的时刻 金胞里慈护工线上直播 在民众与慈护工李坚士的共同见证之下 由董事长抽出了36位的幸运儿 他们将可以把妈祖的圣旨金戒指给带回家 精神区的信仰中心金胞里慈护工 鼓励信仲点灯祈求平安 办理点灯抽妈祖赤指护台湾的金戒指 而到了抽出幸运儿的时间 金胞里慈护工线上直播 在民众与慈护工李坚士的共同见证之下 由董事长抽出了36位的幸运儿 可以将妈祖的圣旨金戒指给带回家 我们就是人家驾父的金牌 我们就做穿我们的运用 所以我们现在鼓励大家来丁顶 万万新顶 太岁顶 包括需要有丁顶的 我们每年都在这个 今天抽了后都在每年的 今年是新的5月 职业 努力3月23 我们办法36家的金手指 我们金手指里面是拍的是什么 指 生指的指 妈祖的主意 希望幸运的人可以提到 妈祖的生指 生指可以保护平安 需要可以损失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36个 希望各位大家可以来丁顶 金胞里慈护工 鼓励信仲在新年为自己与家人来点灯 祈求平安也迎来新的气象 只要在活动期间内 不论是点光明灯 安太岁 圆程灯 齐安工灯 齐安年灯 及玉佩妈祖灯 每点一盏灯就有一次的抽奖资格 而抽出的金戒指除了重达一千半 更加还是妈祖旨意的造型 为抽中的幸运而护生保平安 一等不关系来资格 来给我们变业和制度 慈护工虽然是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庙 不过办活动也是相当跟得上时代 利用网络直播与程式来抽奖 由电脑抽出的这36位幸运儿 可以自慈护工的官网确认名单以及单号 而慈护工也预计将会在5月1日的晚间 在庙前广场来颁奖 届时也邀请信仲来为妈祖祝寿 并一同见证点灯保平安 还幸运抽中妈祖金戒指信仲的幸运时刻 这条片韩金山采访报导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